同桌一百,同桌一百,祝你考试一百,满意一百 同学们好,我是今天的主讲人董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人教版六年级下册的藏系这一课 好,上课 请例 老师好 同学们好,请坐 今天呀,我们要讲的是藏系这一课 藏系,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了 它是西藏地区的一个地方系种 那么你还知道有什么地方系? 看,这个打扮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系吗? 对了,是北京的京剧 北京的京剧 咱们再来看这个,孩子们 这个,河南的玉剧 那么这个呢? 这个是浙江的乐剧 也是一个地方系种 看这个 这个系种,它是四川的川剧 你很喜欢 四川川剧里面有一个绝活叫什么来着? 变脸 哎呀,是的 看这个 这个是安徽的黄梅系 看 这个从服装还是从道具上 色彩都非常鲜艳的这个剧种 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藏系 一起来读 藏系 藏系 好 我们具体来看看 你看 它戴着面具 这个面具的色彩非常的丰富 而且不同的颜色 代表不同的人物 哎 你看 你看 有的还戴着这种青面獠牙的面具 白色的 黑色的 颜色特别的丰富 造型也很多样化 那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藏系 藏系 是藏族地区 普遍流行的 在祖国的百花意愿中 一个独具特色的剧种 藏系艺术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它比誉为我们国家国粹的京剧 还要早400多年呢 历史非常的悠久 被称为藏文化的活化石 藏系是以民间歌舞形式 来表现故事内容的综合的表演艺术 请注意这个词 是以歌舞的形式 又是唱又是跳 藏语叫阿吉拉姆 阿吉是大姐或者是女性的意思 拉姆是仙女的意思 都是藏族人民对藏系的女称 这个昵称很好呀 藏系的音乐唱腔 韵味非常的倦勇 面具服饰呢 五彩缤纷 归其神意 明觉新秀不断涌现 所有这些 无不昭示着藏系 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 总之以后你再见到那么丰富多彩 色彩斑斓的面具 你就知道 哦 这可能就是藏系 藏系当中呢 有一种打击的乐器 它叫搏 金字旁 右边一个拔 这个乐器 它叫搏 好同学们 那么这些词语 你是否会读呢 我们来试一试 跟老师来读 一起来 脱疆 脱疆 吞噬 吞噬 这个字容易读错 注意 吞噬 吞噬 发誓 发誓 咆哮 咆哮 婀娜 婀女 这个龙在这里读成轻声 窟窿 窟窿 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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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 王妃 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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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堂大笑 轰堂大笑 能歌善舞 能歌善舞 开山鼻祖 开山鼻祖 赞叹不已 赞叹不已 轻面琉牙 轻面琉牙 朴实敦厚 朴实敦厚 随心所欲 随心所欲 悠哉 游哉 悠哉 游哉 读着就让人感觉很自在 很悠闲 他就是这个意思 很悠闲的 很自在的 不一而足 不一而足 玉树穷枝 玉树穷枝 比如说树上的树枝 如果上面落满了雪 树枝很漂亮 就可以形容它为 玉树穷枝 雅鲁藏不将 雅鲁藏不将 演绎 演绎 好 我们来看 有许多词语 不好理解 我们逐个来看 剧种 就是这种戏剧的种类 戏剧艺术的种类 我们看到了 有玉剧种类 有穿剧 金剧 还有藏戏 雄魂 本课指的是歌声 雄壮魂厚 婀娜 姿态非常的柔软 而美好 比如说 小女孩跳舞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 哎呀 婀娜的舞姿 春天 柳条 随风舞动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它 来形容 婀娜 身无分文 形成形容啊 非常的贫穷 一分钱都没有 鼻祖是指创始人 那我就想问了 鼻祖创始人 同学们知道 那木匠的鼻祖是谁吗 鲁班 对了 鲁班 这就是鼻祖 他是创始人 活佛 本课呀 指的是喇嘛教中 用专事制度 继位的上层的喇嘛 两面三刀 比喻阴险狡猾 当面一套 背地一套 有时候我们会说 你这个人真不地道 两面三刀 表面说一套话 背后又说一套 敦厚是指的非常的忠厚的意思 招来 这个词语不好理解 他就是招揽 本课是指啊 藏系 开场用陈述藏系历史的方式 来招揽 观众 招来就是招揽 不一而足 指的是同类的事物 不止一个 而是很多 无法列举其权 不一而足 随心所欲 心里想要怎样做 就怎样做 随心所欲 悠哉 游哉 是指生活悠闲 自在 多好的一个词啊 那同学们 请你们自己读一读课文 注意 看看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 介绍藏系的 比如说 一到三自然断 四到七自然断 八到二十自然断 还有二十一自然断 好 同学们 请打开课本 好 莫读课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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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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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看 同学们 那么课文从哪几个方面来介绍脏戏的呢 一到三自然断说的是关于脏戏的什么内容呢 我来提醒一下 概括脏戏的什么呀 特点 四到七自然断 四到七自然断说的是关于脏戏的 对 它的形成 脏戏的形成 写了唐东捷部 开创脏戏的这样一个传奇的故事 八到二十自然段 篇幅比较长 讲的是 具体介绍脏戏的特点 二十一自然段 总结全文 脏戏一代一代失传 深受下去 也就是说 一代一代还在往下传 还在继承着 学习着 发展着 好 同学们 刚才提到的一个人物 唐东捷部 那么他是谁呢 他是脏戏之神 他是著名的建筑师 藏系的开山鼻祖 藏民历来把他看作是 创造藏系的戏神 和修建桥梁的铁木工匠的祖师 是藏族人民心目中啊 智慧和力量的化身 西藏过去的民间藏系活动中 都把唐东捷部作为戏神 来供奉来祭祀 藏系演出场地中心呢 都会共有唐东捷部的这个塑像 或者是唐卡画像 开场戏也主要是 祭送这个唐东捷部的内容 看戏的观众呢 捐赠东西的时候 也首先要像这个唐东捷部的神像 献哈达 在西藏许多寺庙里 也都供奉着他的塑像 或者是画像 像他叩头啊 起祭呀 这样的人络绎不绝 就是说 他在人们的心目中 是神的化身了 那我们来思考以下问题 开头三段 用了三个并列的疑问句开头 那么作者暗示了什么呢 这样表达有什么好处呢 二 思考藏系是怎样形成的 以自己的话来表达出来 三 深入了解藏系的特点 也就是学完这篇课文 我们要知道 藏系是怎样形成的 也要了解藏系 它有哪些特点 首先我们来看 藏系的艺术特色 请你从面具 舞台演唱风格 这三方面来寻找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反复的阅读相关段落 把藏系的主要特点 用一句话或者几个词概括出来 好 请同学们再来读课文 考虑他的面具有什么特点 他的舞台有什么特点 演唱风格有什么特点 好 莫读课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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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课本平放 首先我们来看 课文的前三个自然段 找个同学来读第一自然段 第一自然段谁来读 请你来 世界上还有几个剧种是戴着面具演出的呢 这里提到了 这个葬戏 它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道具 是什么 面具 好请坐 是的 第二段谁来读 好请你来 世界上还有几个剧种在演出时是没有舞台的呢 诶 这里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是 舞台 没有舞台 好 第三段 请你来 世界上还有几种剧种是一部戏可以演出三五天还没有结束的呢 还有几个剧种一部戏可以演出三五天还没有结束呢 嘿 你看他在这个风格可以演一连演好多天 一部戏一连续演好多天 这里就提到了三个信息 好 一起来看黑板 提到了面具 葬戏的舞台 还有他演唱的风格 那我们逐一来学习 首先 我们来看 这就是葬戏的面具 你看一看 首先从颜色上来区分 有不同 这个颜色是白色 这个面具的颜色是红色 那不同颜色的面具 代表不同的人物 你看 这种善者的面具是白色的 白色代表着纯洁 而红色的这个呢 它象征着国王 国王的面具是红色的 红色代表着威严 那我问 白色面具 代表什么 善良的人 善者 红色面具 代表的是有权力有权威的国王 提出了 那我们再往下看 咦 这个颜色又变了 王妃的面具是绿色 绿色代表着柔顺 这个面具 黄色 黄色特指的是活佛 活佛的面具是黄色的 黄色代表吉祥 看这个地方 看这个地方 这个面具相对而言就有点丑了 一边是白的 一边是黑的 半黑半白的这个面具 象征着女巫 象征着女巫的性格是两面三刀 那现在我要问了 绿色代表柔顺 她是谁的面具呢 王妃的面具 那活佛 她的面具是什么颜色的 黄色 那个最丑的 一边白一边黑的 那个面具代表的是 女巫 她的性格是两面三刀 那看这个面具 哎呀 青面 獠牙 这个词让人一听 就觉得心惊胆寒 青面獠牙的这个面具 是谁的面具 妖魔 只要是看见 戴着这个面具的人物上场 就知道 哦 这是妖怪 妖魔上场了 代表压抑和恐怖 请看 这个面具 村民老人的面具 则是用白布啊 或者是黄布啊 缝制 眼睛嘴唇 挖一个窟窿 以示 她的朴实 敦厚 同学们 青面獠牙的面具 是谁的 妖魔的 嗯 村民的 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 白布或者黄布 挖个洞就可以了 同学们 我们刚才看了那么多面具 那脏系的面具 看你能不能区分开 这四幅图 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人物 看 四幅图 我们来看一下 国王和大臣的面具 还记得吗 是什么颜色的 红色 代表着威严和权力 王后和母亲 就这种慈祥的温柔的这种角色 她的面具是什么颜色的 还记得吗 绿色 对 绿色 女巫和丑角 那个最丑的面具 是哪一幅图 半白 对对 就是这个图四 一半是白的 一半是黑的 魔鬼和妖怪的面具 呀 就是这个青面獠牙的 很丑的这个面具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说的很对 国王和大臣的面具 是红色 象征着威严和权力 王后和母亲的面具呢 是绿色 象征着慈爱和美丽 女巫和丑角的面具 是这种颜色 分半的这种 半黑半白的 象征着奸诈和狡猾 两面三刀嘛 魔鬼和妖怪的面具呢 就是这种比较怕人的 这幅图还不算太怕人呢 刚才那幅图 青面獠牙那个 才怕人呢 黑色象征着凶残 同学们 如果以后啊 你有机会 能够接触到藏系 我相信 你肯定一下就会喜欢上它 因为它光从面具上来说 你看颜色就多样 五彩缤纷的 非常的好 那藏系的艺术特色 我们已经了解了 其中的一个面具 我们知道了 它的面具怎么样啊 多种多样 形象夸张 个性鲜明 怎么个个性鲜明法呢 反正是你一戴这个面具 我们就知道了 哦你是什么人物 你是什么性格 舞台 那么藏系的舞台 它跟其他的地方系种不一样 它没有固定的舞台 与自然融为一体 不用搭戏台 也不用专门找场地 随便一个地方 戴上面具 就可以开戏了 然后呢 边上的老百姓 随时都可以来看 我觉得这种形式 也非常的好 演唱的风格 有固定的城市 唱腔以及动作 非常的丰富 不受时间的限制 呀 有时候这一出戏 一天就唱完了 有时候这一出戏 可以唱上两天 三天 甚至四五天 所以它没有时间的限制 本科课文呢 写作上有一定的特点 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来总结一下 首先 回想一下 开篇的前三个自然段 前三个自然段 用了三个反问句 还记得吗 并列的三个反问句 向我们介绍了 面具呀 舞台呀 唱腔风格呀 用这样的手法 概括的写了脏戏的特点 中间部分呢 那是开头 中间部分写了脏戏的形成 提到了那位像神一样的人物 最后呢 又对脏戏的特点 做了生动的描写 全文的结构 是以总分总的 这样一个结构形式 关系结构来写的文章 又运用了 比喻 反问 夸张的手法 所以这篇文章 除了向我们介绍了一些 知识性的内容之外 写的还是非常生动有趣的 我们可以向作者学习 首先结构形式上 可以用总分总 这种写作方法上 可以用比喻 反问 夸张的手法 特别是这个开头 老师非常的欣赏 就是以三个并列的反问句 作为开头 一下就能震撼人心 直接抓住了主题 脏戏的三大特点 就是面具 舞台 还有唱腔风格 我觉得就非常的好 那同学们 下去之后呢 学完课文 你读了主题 学习材料之后呢 你可以结合 你搜集到的 其他的关于脏戏的资料 以脏戏为话题 可以写一篇短文 因为什么呀 可能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亲戚 你家里的父母 或者是别人 他们不了解脏戏 你可以写一篇小短文 把你学到的关于脏戏的这些知识 特点融入进去 向他们介绍 可以介绍脏戏的历史 可以介绍他传奇的故事 也可以介绍他的艺术特色等等 向更多的人来传播 关于脏戏的知识 也让更多的人 能了解脏戏 这一非常特殊的 具有悠久历史的 一个地方戏中 好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课 起立 老师再见 同学们再见 请坐 请坐